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内部控制模块暴震传感器处理器移性能是什么意思。 这种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通常适用于许多OBDR车辆。 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来自雪佛兰、斯巴鲁、福特、马自达、宝马、标志等的车辆。 当存储代码P06B60表示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检测到内部处理器性能错误, 并且带有某些暴震传感器指定为1、电路。 其他控制器也可能会检测到内部PCM性能错误,带有暴震传感器电路并导致P06B6被存储。 暴震传感器通常直接拧入发动机钢体中。 它是一种压电传感器。 暴震传感器的位置在制造商之间会有所不同, 但大多数位置在模块的侧面、在水套结冰色之间或进气气管下方的山谷中。 发动机钢体侧面的暴震传感器通常直接拧入发动机冷却液通道。 当发动机变热且发动机冷却系统处于压力下时, 卸下这些传感器可能会导致热的冷却剂严重灼伤。 在卸下任何暴震传感器之前, 请让发动机冷却并始终正确处置冷却液。 压电传感晶体位于暴震传感器的核心。 当震动或震动时,压电晶体会产生少量电压。 由于暴震传感器控制电路通常是单线电路, 因此由震动产生的电压被PCM识别为发动机噪音或震动。 压电晶体在暴震传感器内部遇到的震动的严重程度决定了电路中产生的电压水平。 如果PCM检测到只是发动机暴震或严重火花暴震的暴震传感器电压, 它可能会延迟点火证时,并且可能会存储暴震传感器控制代码。 发动机运转时,暴震传感器始终会产生非常少量的电压。 这是因为,不管发动机运转得多么平稳,都会产生少量的震动。 内部控制模块兼是处理器负责各种控制器的自检职责和内部控制模块的总体责任。 暴震传感器的输入和输出信号要经过自检,并由PCM和其他相关控制器进行持续监控。 变速箱控制模块TCM,牵引力控制模块TCSM和其他控制器也与暴震传感器系统进行交互。 只要点火开关打开且PCM通电,暴震传感器系统的自检就会启动。 除了运行内部控制器自检之外,控制器局域网CAN还比较来自每个单独模块的信号,以确保每个控制器正常工作。 这些测试是同时执行的。 如果PCM在暴震传感器处理器中检测到内部差异,将存储代码P06B6并且故障指示灯Mail可能会点亮。 另外,如果PCM检测到任何一个车载控制器之间的问题,这表明内部暴震传感器系统有故障,则将存储代码P06B6并且故障指示灯Mail可能会点亮。 Mail照明可能需要多个故障循环,具体取决于所感知到的故障严重性。 PCM的视力照片,自DTC的严重程度是多少。 内部控制模块处理器代码应分类为严格。 存储的代码P06B6可能会导致各种驾驶性能问题。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 P06B6故障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发动机区域发出大声的噪音燃油效率降低多种发动机驾驶性能症状。 其他存储的诊断故障代码常见的原因是什么? 导致该代码的原因包括,PCM错误或PCM编程错误爆震传感器故障爆震传感器控制线路和,或连接器不良控制器电源寄电器损坏或保险丝熔断CAN线数中的开路或短路或连接器不足控制模块接地P06B6有哪些故障排除步骤? 即使对于最有经验和装备精良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诊断代码P06B6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还有重新编程的问题。 如果没有必要的重新编程设备,将不可能更换有故障的控制器并完成成功的维修。 如果存在ECM、PCM电源代码,则在尝试诊断P06B6之前显然需要对它们进行纠正。 在宣布控制器有故障之前,可以执行一些初步测试。 将需要诊断扫描仪、数字福特、欧姆表、DVAM和可靠的车辆信息来源。 将扫描仪连接到车辆诊断端口,并检索所有存储的代码和冻结真数据。 您可能希望将此信息记下来,以防万一代码证明是断断续续的。 记录所有相关信息后,清除代码并试驾车辆,直到代码被重置或PCM进入就绪模式。 如果PCM进入就绪模式,则代码是间歇性的,将更加难以诊断。 导致P06B6被存储的状况甚至可能需要在诊断之前恶化。 如果代码被重置,请继续执行简短的初步测试列表。 尝试诊断P06B6时,信息可能是您最好的工具。 在车辆信息源中搜索技术服务公告TSB,该公告于所存储的代码,车辆,年份,品牌,型号和发动机,和显示的正状向平行。 如果找到合适的TSB,则它可能会产生诊断信息,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为您提供帮助。 使用您的车辆信息源来获取于所讨论的代码和车辆相关的连接器正面式图,连接器引脚分布图,组件定位器,接线图和诊断流程图。 使用DVAM测试控制器电源保险丝和继电器。 根据需要测试并更换熔断的保险丝,保险丝应在装有电路的情况下进行测试。 如果所有保险丝和继电器都按预期方式工作,则应对控制器相关的电线和线数进行目视检查。 您还需要检查底盘和发动机接地点。 使用您的车辆信息源获取相关电路的地面位置。 使用DVAM测试接地完整性。 目视检查系统控制器是否有水、热或碰撞损坏的迹象。 任何损坏的控制器,尤其是被水损坏的,都应是唯有缺陷。 如果控制器电源和接地电路完好无损,则怀疑控制器有故障或控制器编程错误。 更换控制器将需要重新编程。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以通过售后市场购买重新编程的控制器。 其他车辆,控制器将要求车载重新编程,这只能通过经销电或其他合格来源进行。 与大多数其他代码不同,P06B6可能是由控制器故障或控制器编程错误引起的。 通过将DVAM的负级测试线接地,而正级测试线连接到电池电压,测试系统接地完整性。